欢迎收看全国第一名的节目 第一名的节目要有预告性的内容 预告什么就买什么 你知道的 百分之百实际上操作 我们操作的每一档股票一定都有预告 不会无中生有 就是说突然看到节目 突然跟你讲说这个很强 对不对 希望你要看有预告性的节目 因为我讲很多次了 我每天讲一样的内容 如果你跟着老师不是实际上操作 那你只是看你的老师在表演 那如果你的老师 讲的都一模模一样一样 那就是一定是实际上操作 不是吗 因为我讲过了 也只有实际上操作 你才可以赚得到大钱 不是吗 欢迎收看股市将军 平常没有在讲大盘 我今天一定要讲大盘 我今天一定要讲大盘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海水退潮的时候 你就看到谁在脱裤子啊 可以接受吗 海水退潮嘛 今天跌204点 你看今天跌204点啊 你就知道了 我们来看大盘 这是今天台北股市 我今天一定要讲台北股市吧 那我也不是要拴台北股市 我也没有要去揶揄台北股市 因为这个叫事实嘛 你今天看别台 就会跟你讲说 因为台北股市跌 所以他们的股票一定会跟着跌 那你参加干嘛 你参加有个屁用啊 你参加那种鬼老师 因为跌 所以他的股票跌 是这样子吗 然后因为跌 然后就 选了股票就跟着跌 那你参加个屁啊 我们要参加的是什么 参加这种行列 大盘碟 这个叫废话 大盘碟不是废话吗 但是大盘碟 它可以亮第六个灯 从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到今天 第六个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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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自己叔叔看 自己叔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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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小标股 对不对 再来看一下 光解 光解 光解从上周到今天 上周到今天 上周到今天是第五个灯 第五个灯 第五个灯 那今天台北股市跌204点 那这不是废话吗 你看那个 那个讲台北股市 有没有 这个盘怎样 哪边有支撑 哪边有压力 你看那不是讲鬼故事吗 讲讲废话 你说看图说故事 看图说故事干嘛 人家要的是这个 观众朋友要的是这种 观众朋友是要这样子的感觉 是要这种感觉 感觉你知道吗 那你有没有来 电子新贵你有没有来 我每次讲都是起账点 很奇怪 你已经开始在怀疑 怀疑我到底是人还是鬼 还是神 我每次推荐的股票 推荐完就开始喷 你很清楚嘛 东森不用再讲了 东森有的人已经跪在地上 不知道给我磕多少个头 我都已经讲过了 你用十字线 十字线没有破 你就跟他拼了 重点是我是在起账点 起账点 起账点 连等都没让你等 就这个位置 我手指的位置 那你有加TG的自己拿出来滑 有加TG的拿出来滑 不是我手指的位置 随你变 随你变 那当然啦 当然G亨就让你等一天 然后被你骂一天 因为讲完隔天没有涨停板 但我讲过 我讲完隔天跌 你一定是买这一天 你怎么可能买这一天 我是这一天讲完 那你一定买这一天 金套快浪之后 黑金 黑金就是钢铁 讲完也是8根 你连看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他就是涨停 涨停 亮8个灯 亮8个灯 东森几个灯 东森全市场 之后我在讲吧 东森全市场之后我在讲吧 谁讲东森 现在还是有人在笑我东森 很奇怪 我不知道笑我的人是脑子有问题 还是怎样啊 他就在涨嘛 你就 你就不要预设立场嘛 你不用预设立场 我讲过啦 十日线迫在说嘛 十日线啊 十日线迫在说 没有人不要买 我讲多次了嘛 没有人不要买啊 没有人干嘛买 没有人不用去管什么 十日线 不用管十日线啊 没有的人不用去管十日线啊 没有的人就来买 参与新的 新的 新的也很快啊 新的也很快啊 你们看过哪一档股票本周 本周是四个停板的呢 就是礼拜一涨停 礼拜二跳空涨停 礼拜三也是跳空涨停 昨天呢 昨天也是亮灯 今天又亮灯 你有看过这种股票吗 你有看过这种股票吗 全市场现在谁在讲戏嘛 我跟你讲 今天又开始很多人会讲戏嘛 因为昨天开始又有人在讲戏嘛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们怎么不这边讲 你们怎么不这边讲 那你们这边讲要跟我一样哦 要写出来哦 要有这个叫什么 这叫预告 加二就是什么 3511 美国强势安装 ELD 就是细码 就是细码 同志朋友 那我知道奇怪 为什么昨天又有人在讲 我是觉得很奇怪 那你们讲的人这边 为什么都没有预告 那甚至这边讲 或今天再讲的人 他又回推说 他这边买的 那不是神经病吗 像很多神经病老师 我觉得你们 你们真的要骗 你们要小心一点 因为人在做天哪里看 真的啦 不要用骗的啦 用骗的不好 你骗到他钱 你感觉开 你吃的就会睡得去 那请问他说你有这种股票 那你会去管 你会去管台北股市吗 老师今天跌204点 老师会不会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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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知道会不会崩盘 我只知道我的股票 每天都涨停板 我只知道我跟你讲的 电子新贵 涨停板 涨不停 涨不停 分享的这些你都知道 君豪也没跌 对不对 没跌啊 没跌啊 台办续墙啊 你有看过谁讲 讲这种讲 都不会跌的 都不会跌的 但有时候你们 你们就是这样子啊 你写加二的是哪一档 你写加二是不是戏嘛 是不是戏嘛 对不对 那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 那加一的也不会漏气啦 加一的不会漏气啊 你知道啊 美国基建网络设备啊 就是6190啊 6190啊 6190啊 万泰科啊 也没有漏气啊 但你不要忘记 今天是跌204点 你不要忘记 今天是跌204点 你知道什么叫强吗 什么叫强 这当然你都看到了嘛 强不强 强 我跟我们讲本周 讲我们讲本周 我本周讲的股票 我本周跟你讲的就是戏嘛 我本周跟你讲的就是电子新贵 光节 我还教你这个字怎么念 你有没有印象 我说这个字念节 不是念责 不是念吉 不要念错 光节 GEA节 GEA节 有没有讲过 有讲过啊 猴子朋友 我们的股票真的 没话讲的啦 老子朋友 真的没话讲啦 没话讲啊 都漏了啊 我没有乱说啊 我敢有乱说 我的股票就是这几期啊 你都探钱呢 其实你都探钱 你也都知道 你都知道啊 你都知道啊 涨停板 涨停板 差一点涨停板 今天是跌 再跟你讲一次 今天是跌204点 那你说我运气好 我运气好 那我昨天也跟你分享 也没有跌啊 6670啊 也没有 没有跌嘛 对不对 包括那个游艇 有没有游艇有没有跌 游艇也没跌 还拉尾盘呢 游艇还拉尾盘呢 游艇 游艇啊 不是吗 好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来啦 但我还是 要跟你们说一声谢谢 谢谢 真的是谢谢 很感动 这被我撕掉了 可是我觉得 我还是要跟你们讲 讲今天发生的事情 这个被我撕掉了 那因为今天有误搜 有误搜 什么叫误搜 就是 这个都没有了嘛 这个没有了 但是我们有服务人员 有误搜 就是说已经截止了 他又搜 那我觉得 我还是要跟你们讲实话 因为我的人就是 有什么事 我是 我一定要讲出来 不然我会很难过 那既然 既然误搜了 今天真的有单子进来 是这样子比照上次这个的部分 有进来了 那我觉得 我还是要跟你们讲 不好意思 真的 今天有误搜 就是还是 有人有要求嘛 就是说 那我可不可以比照 我们六月份的那个庭 那服务人员忘记了 不是忘记了 可能是什么 可能我也不清楚 还是把它收进来 那我觉得这样不太公平 那要收那干脆 这三天还是照收 但先讲好 我要跟经理讲一下 跟服务人员讲一下 因为 这是我的诚意 收这进来 其实我不见得会赚钱 我们凭良心讲话 因为真的是太低 这是 这是在下方 成本的下方 其实 其实为什么 我收其实 我还是很愿意 因为我希望帮你们的忙 我真的没有在看 数字金钱 这种东西 那如果你不相信我 你不了解我 那你 那你不用看我节目 没有关系 或者你觉得 我做做 我矫情 没关系 代表你不认识我 对不对 那没差 那希望你们还是可以来 因为五六日 真的 下礼拜 连谈都不用谈 连谈都不用谈 没有就没有 因为这太低 这我也 我也没有办法 一直给 不好意思 那我也跟你们讲过 人家 人家要来 给政军机会 不是看我帅 看数字 尤其现今的社会 真的是超级现实 我真的没有骗你们 你不要以为说 你那些什么称兄道弟 什么好朋友 你哪一天出状况的时候 你的朋友 吓都吓死 我不会骗你 看到你电话就拒接了 你要懂我的意思 所以你要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赚多一点的钱 靠自己 那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 你还找政军 你还找政军 那你要找的 不是说每天在讲什么 掌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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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什么都没有 胡说八道 对不对 参加自己 气自己干嘛 你要早上实际上操作 目前全中华民国 全台湾 分析师赶在节目上问全国 全世界 全宇宙的会没有 有没有实际上操作的 只有我啦 没有实际上操作把你的手机摔掉 摔一台赔你一万台 哪一个分谁敢像我这样做 没有 讲很会讲啦 不然你叫你会把手机摔掉你赔他 你敢不敢不敢不敢 因为不是实际上操作 再次让你看到政军的霸气 真的啦是看数字的啦 一切都看数字 我这边也都是一切看数字 一切看数字 不然人家干嘛挺我 我讲过 人家挺我是挺 挺什么 挺我帅 你们帮帮忙 你们有些看那个我节目 你看我节目去买东森 我叫你用十字线当挺一点 有的已经赚两倍了 不是吗 18 不要再讲了 讲那也没有用 我讲现在的 那我想要请问你上礼拜有没有来 看一下上礼拜 上礼拜有没有来 上礼拜有请你按赞留言 一定要分享两档股票嘛 对不对 你有没有来 这小标股 小标股 电子新贵 如果你有来是这种格局 你有来是这种格局啦 这种感觉啦 这是7月5号礼拜一 大三元 你知道吧 对不对 7月6号 3支 7月7号 4支 7月8号 5支 7月9号 上个礼拜有来的 这是你的 会员朋友对时对价 哪个是假的 还是你没有这个扣讯 还是扣讯造假 全国全世界全宇宙会员朋友 任何一个会员朋友 这一张字卡 这一张字卡只要是假的 手机马上摔掉 把你手机砸烂 一台我赔你一万台 你马上摔掉一台 我马上赔你一万台 那希望其他老师 你们其他老师在讲标股的 跟我一样哦 比照办理哦 你们不是讲8根10根 20根掌停板 赚3倍5倍6倍10倍的 不用讲那几倍几倍啦 你就直接跟我讲 模仿我一下 模仿我一下 百分之百实际上操作 讲的是假的 就把什么手机摔掉 摔一台赔一万台 这样就够了 其实有些我都会 我节目上都会稍微 有时候心疼 你们没有赚到钱 光解投资朋友 你6月30号就看到了 你6月30号就看到了 因为聚合你没赚到嘛 对不对 那你没有赚到 我就跟你讲啦 其实暗示 但是暗示不能那么明显嘛 那你有没有想过 今天是几号 7月9号 9天以前你有来 这是你的呢 还扣掉两天的假期呢 同事朋友 9个交易9天 扣掉礼拜六礼拜天 这不是很好的感觉吗 这不是很好的感觉吗 对不对 那今天要请你们做一件事情 一样哦 来看清楚 按赞留言分享 按赞留言分享 这最新的 下周的 下周的 加一你可以拿到这档股票 但是我要再三的强调 一定要按赞留言 一定要分享 有分享我就分享啦 我很阿萨里的啦 那你写加一 一样 电子的新喷股 4XXX 5月的年增 一倍多以上 那6月会有几倍 我给你的绝对不是那种 很普通很平常的啦 不然不会给你啦 那写加二的 加二的这个有点跟戏码很像 为什么跟戏码很像 因为它的股本不到10亿 它的股本非常非常的小 8XXX 它是台湾唯一 我没有写错 台湾唯一出能的车用电子 全台湾只有这一家在做 全台湾 而且我保证你没听过 因为我的股票 你都一开始没听过嘛 你有听过戏码吗 你有听过光洁吗 对不对 你看别台都是讲那种 有没有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就不会喷啦 都知道怎么喷 我就是要给你喷 要给你标的啊 光6月 光6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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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单月的营收 一个月的营收可以拼到去 它去年不是没有营收 它去年营收也不错 只是说它6月单月 就可以拼到去年全年的60% 6月的年增高达9倍 而且6月的营收是创53个月的新高 我告诉你啦 6月很高7月 7月你就慢慢看 不会只有6月单月 再三的强调哦 我给你的绝对不是卖厂房 卖土地卖机器设备 我给你的都是本业获利 本业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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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写加一或加二的可以马上体验 写加一 加一就给你这一档股票 写加二的就给你这一档股票 请你好好的仔细去想一想吧 为什么 为什么上周你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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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你有来投资朋友 上周你有来电子新贵 上周你有来投资朋友 好开心小标股 6个灯 5个灯 有来的一定是你的啦 那你不要下个礼拜 人家下个礼拜又再几个灯 几个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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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没半灯 你又没半灯 那我就没办法了 那我现在稍微要帮忙一下 就是说 你最近有听我讲 证券股嘛 对不对 很多人以为我不敢讲 我又不是你老师那么脑肿 也不敢讲 来 看一下啦 弘远症 你有弘远症的 或者是你有听我在讲这个 阿笨 阿笨已经到差不多了 化粮就知道了 会有看都知道了 会有看都知道了 这边喷上去也是这样子的 这边差不多 再量再更缩 就差不多了 你有听我讲过阿笨 放的不用怕 不用怕 还有这支 不用怕 老师朋友 他已经赚3块2了 3块2 3块2 那才24块多 你去哪里找 以后你 不然你找给我 你找给我 股价24块 那上半年就赚3块2 我说他今年赚5块钱合不合理 合理 那5块钱 起跳 股价24块 这样对吗 你有我刚讲的阿笨 或者是证券股的 加1加2 我通通送给你 但是我们要自由新政 你不要 你不要撒谎 就是说你写加1加2 可能你都有看我节目你有赚钱 你就选一个加1或加2 可以吧 那如果你真的 没赚钱 没赚钱 我当然就是比阿萨里的 没赚钱 两支都送给你 看清楚 按赞 留言 分享 加1或加2 自己选择 但是你刚刚有讲我上述的情况 加1加2 通通 送给你中场先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8点到10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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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et 82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老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个席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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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创新高 来看一下席价 看一下电脑 席价一定要想到神茅 对不对 神茅创新高了 还有这两天不是在预告这一档股票 XX26的 日本解封 我上个礼拜就开始预告了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就开始预告 XX26就是1526公布答案 日词也不错吧 好 如果你有来你一定很开心 但我希望你要跟我们起步骤 起步骤这种感觉 起步骤就是预告什么 预告 预告细码就买细码 预告电子新贵就买光节 如果上个礼拜你有来 上个礼拜你有来细码六个灯是你的 上礼拜你有来光节五个灯是你的 今天我要做一件事情 还是同样的那个事情 就是按赞留言 重点要分享 把我们优质的节目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你只要按赞留言分享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两档股票 你写加一我送你这一档 4XXX电子新的新喷股 五月年增一倍多 六月会有几倍 你写加二的我会送你这一档 这一档的股本很小 很像戏码 很像戏码 重点是它是台湾唯一的 除能电子的车用 六月的单月获利 已经是去年全年的60% 年增高达9倍以上 那这两档股票 你写加一加二 都可以马上体验 可以马上体验 要怎么体验 很简单 仍然是老规矩 老动作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你的收看 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 印似富投資風險